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e endurance is bliss 人在異地 事不妙做獨行俠 那就看一下這個城市有什麼地方 可以自己一個舒舒服服之餘 有劇心 那這裡上有五個地方是我自己覺得 多好 不錯 可以讀有幾次都可以 第一個一定是非美斯的幕屬 想看多久就多久 一個人進 一個人走 又不尷尬 一個人不喜歡的人也可以 可以很隨心 這間覺得很一般 不是我的類型 可以看的餘館就比較少 外面的景觀就挺漂亮的 另一間Royal Ontario Museum就大很多了 也有很多東西看 慢慢看可以看大半天 這兩個餘館都可以用Library卡 拿免費飛入場 那就不要太傻 珠比鬼飛入場看 還有其他餘館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之後都應該回去 例如 Battashu Museum 這個 Ware Ray Museum Testile Museum 還有一間 我是出奇蹈的 Art Gallery of Ontario 它這間是看歐洲畫 總之是看畫 我一定是很喜歡的 比起碗碗碟碟碟的 我偏向 喜歡看油畫 塑膠彩的畫 我也很喜歡 還有那些什麼 羅馬的雕塑 我也覺得很不錯 還有一個叫Hockey Hall of Fame 但這間就沒有Library卡 可以拿免費飛入場 入場費就25元加紙 我覺得小貴 這個可能我排到最後才會決定去不去 反而如果是看一場真實的曲棍球比賽 我會想給錢去看 第二個地方就是這間二手店 我覺得對比起Valley Village 這間是好行很多 雖然沒有那間Valley Village 這麼大間 這麼多種類的東西 但是呢 起碼這裡沒有那股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走過 因為那間 就真的是一股老人的味道 那這一間就放一些東西 相對地就整齊一點 還有你看到有郭富城的CD在這裡 我覺得是挺好尋寶的地方 那些衣服也挺看得上眼 走完這裡 旁邊還有一間 St Lawrence Market 其實可以順便去觀光買 它最底層有一間吃Crate的 挺好吃的 可以試買吧 哇 它那個很大 This is mine 好 獨有的話又怎麼少得一個人看電影呢 剛巧有一間戲院在我民宿附近 又剛巧有一間挺特別的戲院 那間戲院播的電影不是最新的 它是反過來播的 專門播一些經典的電影 還有《咸豐年前黑白》電影都有的 還有每個月都有不同的電影 要你自己檢查它有什麼戲是上映的 哪一天你上映什麼 上網買完票之後呢 準時出現在那裡就可以了 進去都沒有畫位特別要坐哪裏 看到有位就坐下 在開始之前呢 會有一個人講解一下電影的背景 例如可能服裝是有什麼人準備的 那時候的潮流又是怎樣的 那這一晚呢 我選了一部電影 是沒有我還沒出生的電影來的 是1960年代的電影 叫做A New Kind Of Love 就初上一個沒有英文字幕的電影 每當人在笑的時候呢 感覺到自己是狀況外 都不知道笑點是什麼 加上這些外國的電影 外國人的笑話 我們未必理解到 但是整個過程呢 是享受的 看到後來呢 就明白他說的什麼 跟著就是咖啡店 又是這麼巧 我住民宿B&B那裡附近呢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咖啡店 全部都超好快 但不是每間咖啡店的那杯飲品都很好喝的 真的要逐間逐間試 那我過程就蠻好玩的 變成了 我又可以帶電腦 或者有人帶一些書 這樣過去 大半天呢 其實是蠻值得玩的 因為其實它那些咖啡 或者是朱古力 都不是很貴 一定是比香港便宜 就是加上那些貼士 很可惜呢 我喝咖啡會不舒服的 所以就 沒有經常喝咖啡 每次去都是喝熱朱古力 那最後我試了是有兩間是好喝的 一間就叫Milkies 另一間就叫Extra Butter Coffee 那也是4元加至5元左右的價格 那就可以坐大半天 開著電腦就在這裡工作 那樣子 又可以chill一下 又可以吃一下景 那你每次進去買杯飲品 你可能都會問 How are you啊 那就是大家有些互動呢 不用那麼獨獨地在家 旁邊就有一張床 經常想搭去後面就睡覺了 最後呢 就是要客戶 不要小看這個 做主婦的樂趣 那當然如果有朋友一起 或者roommate那些 一起來就開心一點 那些地方呢 就是最有意義的shopping 要做格格 看看哪間有什麼 逐間逐間去 因為他們那些 超市那些都是超級大的 所以就可以走很久 便宜了 但不知道好不好吃 結果看到我忍不住笑了 太簡單了 真的煮一碗麵 喔這個 超級清湯 chiping favor 真的都挺划算 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吃 那走得多呢 就自然知道哪一間是特別貴 或者是那間特別划算的 那就不要小看點 撐我零點幾元 魔鬼再細節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Bye